有朋友说要书 对今天给大家找了这个书 就是 书本华的 人生的智慧 这个书在我们首播那天晚上 其实也有只不过当时还没来得及讲 然后就整个就卖完了 然后他书里头其实提到了很多的东西 关于这块其实想给大家分享啥呢 其实我在直播间里多次和大家聊过一个观点 就是人感知幸福的能力才是你这一生 你的生命到底有多么精彩精彩程度的一个衡量标准 感受幸福的能力是生而为人非常重要 现在这样好了是吧 非常重要或者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能力之一了 因为大家知道人活在一个时代里 所以无论你显得多么的超脱时代 你都会受到一个时代的影响 每个时代都有他辜负的人 每个时代都有他辜负的人 每个时代也会因为一个时代的特点 去影响了所有身处其中的人 比如说在整个经济低迷的时候 比如说这本书的作者舒本华 他所生活的时间里头 由于战争整个欧洲满目疮痍的时候 一代人他是充满了怀疑的 他是痛苦的 他常常思索生命的价值 他内心因为看到这些痛苦破坏 满目疮痍之后 充满了怀疑 充满了遗憾 甚至充满了愤恨和不理解 所以他们人生的观念可能是偏消极的 如果说这些人生活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 物欲横流 然后各种现实的带来刺激 让人开始膨胀的时代里头 那人就会把自己所有的幸福等同于物质 这个不是这个时代才有的事情 你在回看历史的时候 你会发现人历史永远有那样的经济周期 在经济向上走的时候 人就会偏物质 然后人就会偏消费主义 人就会容易被那些东西所影响 那个时候人就会野心勃勃的追求成功 追求巨额的收入 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状态 追求飞荒腾达的那种心情 追求一种浮夸的生活节奏 在经济下行的时候 人感觉到社会压力和生活的不易的时候 因为往往会犹豫纠结痛苦怀疑 所以人是时代的产物 虽然我们曾经也给大家分享一个话 说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但我们知道其实有时候 其实是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 就你真的绝大的是的普通人士 需要经历一些人生中的痛苦 失去 剥夺 孤独 感伤 苦恶 他才有所醒悟 一般人生在经历这些的时候 你想那一般别离都是什么 生命中重要人离开 家人的离开 对吧 自己的苦不管是在身体上的 还是事业上的一些大的挫折之后 人一般年龄都偏大了 所以很多人就是他懂得这些 这些东西的时候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 其实年龄都已经偏大了 才能感受到这些 才翻人醒悟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可能比较有智慧 他很年轻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这些 或者他感悟能力比较强 他跟人交流 他看书 他也能想到这些 那些的人毕竟是少数 我们其实绝大的人 是做不到那样的智慧的 所以我刚刚想给大家讲 第一个点 就是有时候你生在一个时代 你被这个时代影响 那不是你的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特点 每个时代有他辜负的人 你说春秋战国时候 那些人对吧 孔子总写那个 礼崩越坏 礼崩越坏 大家无法理解 什么叫做礼崩越坏 那每个时代里都有一些 你无法理解的乱象 你看着那些的时候 那些的痛苦 就像孔子当时看着那个世界一样 觉得旧的世界在崩塌 新的世界又混沌不堪 那不就是礼崩越坏吗 所以每个时代有他的特点 每个时代有他对不起的人 我们身处其中 难免被所影响 但是第二个 我就想给大家所讲的 就是要有置身事外的能力 要有抽离现场的能力 然后培养自己感受幸福的能力 感受幸福的能力 就是构建自己 一个完整的价值观 人生观的这个过程 要看你把自己的幸福 和什么进行链接 如果你觉得是有相对 理性的健全的一个价值观 并且按自己价值观 去过一生的时候 你就容易获得幸福 但如果你的幸福 是要建立在较大的物质成就 较高的社会地位 要在人类丛林里成为 这个食物链的顶端 要爬上金字塔的塔尖 你可能就会活得比较辛苦 你要么因为一事无成而悔恨 你要么最终实现了结果 但是却付出了人生较长的时间 变得辛苦 你也会怀疑 所以就看你要用什么样的价值观 去构建你的这个人生理想了 所以刚第一个是 我们受时代影响是正常的 不要过度苛责自己 但第二个 你又得保持一个清线的头脑 要抽离这个时代 然后但第三个我也得给你一个提醒 就是会有无数的人把你拖回去 就比如说你在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 你想保持一份相对来说清醒 你说我对金钱保持一些克制的追求 然后我想给自己留一些时间 我想有时间去听鸟叫 去看花开 去看太阳升起 看月光照亮人间 我想要去感受这些 我想要有两三好友能够与我一起交谈 推心直辅 然后有激烈的思想碰撞 我甚至想有一些休闲的周末 陪伴家人和孩子 但这个时候你如果要了这些 你就得想其他的 比如说你身边的家人 他会告诉你你的行为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受到了一个时代的法则 或者是理念的规训之后 他们会不断的把你拖回到那个群体里头 使你变得跟那些人一样 如果你清楚自己要追求什么 那你就要学会适当的置身实外了 OK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其实在现在互联网上也是 如果你要是表达出一个截然不同的 或者与很多人有巨大认知差异的时候 那你要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你可能会被一些人质疑 提问 甚至是批评和攻击 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但我告诉你那个不重要 不重要 那些从来都不重要 这本书里头其实有很多简短的句子 它其实是翻译过来的 可能跟原句表达的意思略微有差异 但它仍然能够给我们巨大的启迪 比如你看这里头提到的书的第二 也就写到了 人性中特有的一项弱点就是 就是你过于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你是为自己而活 还是为他人而活 你看其实可以举一个例子 又到过年了 你知道我几年前过年的时候 一次回家 我那一年 对我那年一个是在 好几年没回家 因为我以前在西安工作的时候 我们每年大年初一 我要给高三学生上课 春节营 我只能修这个除夕那半天 后半天时间 大年初一 一般是要上课的 一大早就上课去了 然后当时呢 我有个朋友 他说你能不能把你的车让我开回去 我说可以啊 我以为他回家 然后我说你家在哪 他说我家在哪 然后OK我就给他 然后他就说呢 这个完了之后 他回来才跟我说 他说这个车其实开回去也没用 就在家里停了几天 停家门口 我说那边上要开回去 因为他说他害怕他回家之后 大家会觉得你一个人出去工作几年了 一事无成 你既没有在大城市安身立命 你也没有这个有房有车这些 他在纠结那些问题 我说他难道不应该是出于实用主义吗 他说其实你不理解 有时候很复杂的 你说那一刻 那是他的需求吗 其实不是 但那个是谁的需求 那个其实周围人的需求 对吧 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说 很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 是出于自己真的需要 还是说为了让别人高看一眼的需要 你从这角度去理解消费 你会发现好多钱 其实根本不用花 对不对 对 就是你觉得是不是穿了这个衣服之后 变得更光鲜 所以你愿意付出 你也知道他不值那么多钱 你愿意付出为之高昂的代价 你也明显知道 其实他可能同样的这个安全 保暖 舒服 然后这样的程度的衣服 你可以以更低的价钱买来 但你多花那些钱是花给自己 还是花给别人 你得做好这个心理的思考 所以你看他里头的很多语言 其实特别有意思 我觉得大家可以借这一点去 去反思一下我们生活中的行为 人性有一项弱点 就是过于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 而幸福的根源在于自我 所以不用太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就是之前多次给大家提到的 一个人如何能够做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就是不要因为别人的夸奖 而放大喜悦 更不要因为别人的批评 而渺小自己 你说如果你今天做的一个这个事情 晚上就有人批评你 说你不对 说你不好 你会不会就要因此难过 一开始肯定会 我一开始也会 但现在也会有 但你没有以前那么严重 所以比如说你有时候人批评你 甚至诅咒你都有 我所谓不在意 第一个他说的不是事实 而且大家都能看出来 他说的不是事实 第二个我完全不在意他的看法 为什么在意他的看法呢 你想通这点之后 你心里就会豁然开朗 要不然你永远在用别人错误来惩罚自己 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而已 对 然后你再看后面说 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才会满足 你看他紧接了第三页这句话 说其实并不是多少 并不是这个财富到 比如说多少数字 很多人会给人生定一个数字 但是如果是基于理性规划 你每年用多权加上理财 这个可能是理性的 但是你看这里他提到的是 满足的关键并不是多少 而是你所拥有的财富和你期望所拥有的财富之间的这个差距有多大 其实本来可能这个数字就够了 但你总期待有那个数字 那你永远不会满足的 因为你一旦到那个数字的时候 你会想到更大一个数字 就人总会想要一些更多的目标来去牵引自己 让自己觉得人生是充实的 但有时候没有意义 这个点我也以前给大家分享过 人为什么总是渴望更多的 那种贪婪的去追求一些 已经完全超越了先生需求的财富呢 或者物质呢 很正常那是因为人长期进化过程中生活在激冷寒恶 窘迫和危险之中 所以本能性的想要占有更多的东西 总是出于生存的恐惧 以备不时之需 你现在没有生存恐惧了 OK 所以后面说这个 这一点就是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 为自己而活 他里头有很多的这个观点 比如非常经典的舒本华一句话 就是财富如海水 你喝的越多你就越渴 其实舒本华自己是一个富家子弟 他是非常有钱的 他的父亲去世的早 他后来跟他母亲呢也关系很差 他们俩长期没有 有很好的这个相处 所以舒本华呢 他一生其实都非常的孤独 你发现大部分哲学家到此后 第一个精神状态也堪忧 第二个长期这个性格上可能比较孤僻 第三个没有伴侣 没有妻子 也没有太多的好朋友 就是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一生在追求的很多时候是精神解脱 或者精神力量 这个其实跟我们古代历史上的 好多的先贤或者责任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你发现尼采的 尼采的一生 他总是在疾病贫穷 发疯和孤独中度过的 对吧 所以尼采的哲学中充满了一种自我战胜 他总是在寻求力量 所以贫穷的哲学家在寻求力量 然后富有的哲学家在干嘛 在寻求解脱 所以你发现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不快乐 这个好惨啊 舒本华算是很富的一个哲学家了 包括大家知道哲学里头有三个人们 第一个康德 你要学哲学你会过一座桥 这个桥就是康德 因为这个古典的这些哲学呢 他会让你跟传统的 你要理解哲学你得跨越一些鸿沟吗 他就是帮你跨越鸿沟的 你要攀岩高峰 那就是泥彩 最后你要过一条河 那就是维特根斯坦 你说你要再过这条河 哲学也基本结束了 维特根斯坦也非常的有钱 那家境可有老有钱了 家里是做钢铁生意的 在那个时代 那老有钱了 那一生也痛苦的要死 所以会发现哲学是一群非常痛苦的人 每天在思索自己如何寻找人生价值 人生意义和精神解放的事情 你看贫穷的哲学家总在寻求力量 总在寻求精神支持 富裕的哲学家总在寻求解脱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让自己思索如何活得值得 还有如何变得快乐 对吧 但是没有一个人最终结论的告诉你 其实跟物质有关 不管是穷的还是富的 这个书里头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可以玩了去看一看 然后你可以去 边看可以边在书上做一些笔记 这本书有一个推荐阅读的办法 就是你在晚上睡觉前去看 因为它会引起大量的思考 你平静的时候才能思考 你白天过于兴奋了 过于繁忙了 你总容易被这种事情 或者那种事情打乱 你刚看一点孩子进来 你刚看一点电话来了 你刚看一点这个得回消息了 你特别容易被打断 所以你没有连贯的这个思考时间 你也没有深度的那种体会 和反思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建议晚上睡觉前看 正好台灯也有 这有一句话说 当苏格拉底看向众多的试食品 使他感慨到 世间我不需要的东西 原来这么多呀 你知道人一般就是 把他能剥夺的都剥夺完了 他就会恍然大明白 真正需要什么 因为好多家人的以前 因为我以前当老师嘛 好多家人都几乎跟我描述过 同一个场景 虽然情况紧急程度略有差异 但他们描述场景 基本是一样的 都是以前对孩子有无数的要求 直到有一次 孩子突然身体不舒服了 送到医院里 也不一定非时也是多么严重的病 但他们在医院走廊徘徊徘徊徊徘徊 召集召集召集 然后突然就想明白了 他们其实想要的很少 大部分人其实需要经历一些痛苦和剥夺 失去和过度之后才理解这个 但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 有慧根的人可能很年轻就理解了 你看刚才所说的这个舒本华这句话 其实很有意思 说财富如海水 喝得越多越渴 你发现他是每个够的 你一旦要需要他来构建你内心的充实 或者人生意义的话 你会成为他的奴隶 当然舒本华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经典的句子 叫人生如钟摆 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反复徘徊 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 得到满足就无聊 你发现得不到满足一般就是穷的时候 是不是就痛苦 有钱的是不是就无聊 对吧 你想象一下你看到的很多那种 在工业革命之后那种 像傲慢以偏见啊 简爱啊 里头那些贵妇人们 是不是永远很无聊 穿着很精致 梳妆打扮的很装重 然后呢去参加各种舞会 各种下午茶 然后浪费人生毫无意义 那些漫长的下午 是不是显得很无聊 对吧 然后你转镜头那里面 那些在工厂里头 然后要长期靠付出体力劳动 才能勉强获得收入 微博收入的一些人 是不是感觉他们又很痛苦 人生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徘徊 我们希望最终找到一个中间的地方 这个中间地方 很多时候你说用物质 横量一个中间点很难 我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准确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对生活的诉求不一样 有的人他就是得吃的好 穿的好 他才到中间那个点 有人觉得他只要 基本满足就行 就中间这个点 物质上没有办法给你 但精神上这个点是有的 因为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一句话 就是这个 写Grey Gatsby 了不起的Gatsby 作家 他说过一句话 就是同时拥有两种 截然相反的认知 还能够正常形式的人 这就是拥有第一等智慧的表现 你发现很多人小的时候 和年龄大的 他思想认知是完全相反 但我们不是鼓励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那你成长的意义是什么 找到一个中间点 因为人只有在中间点的时候 内心是平和的 情绪是稳定的 价值观是相对来说比较固定的 所以你这种理解 中国人是中庸 当然中庸不是理解为总是没有立场 总是耍花头 不是合乎法度 不偏不倚 其实你的价值观 难道不需要这样吗 你对所有的事情的理解都需要一个合理的站位 那个点啊 你看这就是内在的贫瘠使富贵者和贫穷者无甚区别 这个标题 这不就是那天给大家讲到的 我在首播那天讲一本书的时候 我说到了这个贫穷和觉得自己贫穷是两回事 你看贫穷就是贫困者 觉得自己贫穷 可能已经富贵了 但他们同在都有内心的贫瘠 就是内心的匮乏感 长期导致自己无法正常的生活 所以他里头有很多这种非常简单的说法 影响人们的并非事物 而是你对事物的看法 这种话你仔细去想一想 影响你的并非事物 而是你对事物的看法 你用这句话去把你生活中绝大多数事情 如果你出身事外 你一想 他说全都是对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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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标题都非常 恍然大悟 写人要么孤独要么庸俗 对吧 这本书我们已经精力的再给大家加口存了 没了是吧 不影响就是 你也不一定非要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书 我本意不是说 非要让你在直播间买一大堆书 完了你又不看 那不是我的本意 我的本意 其实你也可以很多软件上 那种电子书也看也行 不过相对可能 它对视力要求比较点 你可以买个大点的显示屏 你电子上看书也行 你边看可以边敲键盘去做笔记 都行 只要你看就行 或者有的人他哪怕他很有天赋啊 很多人他特别有天赋 他感知能力和反思能力特别强 他不看书 他也有很强的这个感受能力 他也能领悟到很多的哲理 也行 就是看书只是一个手段 最终的目的是让你拥有智慧 我们说了所谓的智慧 就是关于如何过好这一生的 经验的总和 所以你听 我说智慧更多是一种经验 它是挫折和经历中带来的 所以往往我们说老人有智慧 小孩叫聪明 对吧 老人才叫wise 小孩叫smart 叫沙马特 对不起 我其实本来下午看这本书的时候 写了一大堆 然后脑子转不过来 全忘了 因为我平时讲书的时候 其实很多朋友说是现场发挥 其实也做不到 有的时候 现场发挥意味着 其实就是状态不稳定 一般情况我都是会提前看 然后提前写 边看边想 看到哪句话 我觉得特别有感受 就是跟写议论文一样 其实成年人沟通 最高效的办法就是议论文 就是观点论据 观点论据 小孩喜欢讲故事 所以一般都是一个标题 然后下面就说出我的观点 一般都是那样提前会准备 所以现场能够说的相对来说 比较流畅一些 这个也写了 但是忘了 其实你如果读这个书本华 你会发现他跟 还有一个作家特别像 就是俄国作家 托尔斯泰 我那天在这说托尔斯泰 我说到他的忏悔录 有朋友说你错了 只有卢梭才写过忏悔录 这个朋友 他能说这句话 第一个说明他确实读了很多的书 要不然他不会知道 卢梭的忏悔录这本书 他一定是大量阅读了 但第二个 他可能是对于这一类书籍 没有专项的在深度过 忏悔录一共有三本 除了托尔斯泰的 还有奴缩的 其实还有一个叫奥克斯林的 一共有三本忏悔录 其实托尔斯泰 他也是一个贵族家庭 他家里拥有大量的农奴和田地 然后呢 他长期以这些人为生活的来源和资本 但是他有一天就会觉得 他充满了罪恶 他想要赎罪 所以他后来就跟那些人 一起去参加劳动 他又通过劳动来洗刷自己的罪孽 然后让自己内心感到充实 最终甚至把自己的内心浓度都自由了 然后给予他们自由人的身份 甚至把那些田地都给了别人 然后最后其实人生过得非常的惨淡 就跟我们为他跟斯坦一样 他无非追求的就是内心一个解脱 所以你要知道人的一生 其实有很多种活法 你不用千篇一律 你更不能要求你的孩子去千篇一律 你最终只要有一个非常满意的人生体验就行了 你在人生不过七八十年 你想到这什么都想通了 就这吧 对 我这个等我改天脑子清醒一下 我再给你讲一讲 对不起 好 欢迎汉森 欢迎汉森